Tripes 分享18万0215 偶像运动会上的英姿 Tripes 今日进行女子团体射箭半决赛 爱豆新闻讯 在今天下午播出的偶像运动会新春特技中 Tripes 和 Jill Newton 一起进行了女子团体射箭女赛和半决赛 变身神剑手的兔们很棒啦!Tripes 女子团体射箭女赛!Tripes Apink 那NIG照片意外惹争议!火速删文却还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 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便韩国近年来不管是科技进步或是点一圈的发展 都是亚洲国家前几名的佼佼者 不过韩国也有助他们人民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 韩国女子组合 原创文章 像是泰国保守的观念 大部分的韩国人民都是信奉基督教 天主教 所以在韩国洪庆恋并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虽然随着时间渐渐能接受的大众有所增加 但是在韩国要出柜真的并不容易 像诗艺人洪西天当年出柜后 演艺事业可说是瞬间陷入平白 但在朋友的帮助下 红西天这些年也开始回归小营木 不过还是会有许多人在网路上攻击他的现象 红西天后来也表示 自己并不赞成年轻人出柜 尤其是在韩国这样的环境下 红西天也在节目中说过因为在韩国出柜的压力太大 她有认识的艺人虽然是同志 但因为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太大 后来还是和女性结婚了 不过现在过得很好 深冬夜也在旁边提到希望大众能用更温暖的视线看待同志 不止同志议题难以提起 女性主义其实在韩国人的心目中 所代表的意思也不是那么正面的标签 像是韩瑞希之前就自称是女性主义者指称 大众对女性和男性的态度明显不公 并在网络上多次开爆 虽然获得了部分女性网友的好感 但所跟随而来是更多的批评 而没想到APIC的成员纳恩最近也被卷入女性主义的纷争之中 原因只是因为纳恩的手机可写着 Girls can do anything 没想到只因这句话竟引起网络上的论战 只指纳恩是女性主义者 虽然小编也不懂为什么女性主义者有什么问题 之后纳恩也火速删文 除此之外纳恩桌上的烟河也引起了许多讨论 而今日经纪公司也发布澄清桌上的烟河并不是纳恩的 而是一起吃饭的工作人员的物品 也提到孙纳恩并不是女性主义者 希望能停止网络上的纷争 只是一个手机盒就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想必纳恩也觉得很意外吧 虽然知道以前的韩国有些大男人主义 但近些年已开始慢慢好转了 没想到对于他们来说女性主义依旧是不太会碰触的话题 希望纳恩不会因此次世界心情受到影响啊 不过韩国社会能够越来越能包容各种的声音就好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